观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年我们看到北半球世界各地野火狂烧 现在烧到了应该是最知名的观光圣地 就是夏威夷 夏威夷它不是火山爆发 它是飓风跟高气压的夹击之下 这一股风呢 碰到天干雾燥的夏威夷 于是引发了野火燎原 包括了夏威夷大岛和猫一岛 从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开始起火延烧 飓风带来了强风助威 硬是火势到现在都没办法收拾 贸易岛西部海岸的观光圣地 整个城镇烧成一片灰烬 当地通讯中断 只有卫星电话可通 大大影响了救援 在医院里面挤满了烧伤烫伤的病患和观光客 到目前为止 这个大火夺走了36人命 数千人被迫避难 那么当地的官员呼吁观光客 尽速搭击离开夏威夷 浓浓黑烟大火吞噬街道商家 美国夏威夷周第二大岛贸易岛 因大规模野火 让整个岛瞬间从观光天堂 变成人间炼狱 西岸距300年历史的拉海纳镇 大部分街区都化为灰烬 前所未见的大火导致大岛和贸易岛 至少36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217栋建筑损毁 当地船员在逃难前拍下惊人画面 码头几乎要被迅速逼近的大火吞没 工作人员在码头狂奔 要大家赶快离开 根据其他募集船长表示 大火蔓延速度之快 让约一百人被迫跳入太平洋 逃离浓烟和火势 美国海岸防卫队 在大海中救起十多人 但当地居民坦言 有人根本来不及逃 岛上居民不敢相信自己所见 直呼宛如电影里的世界末日 贸易岛的医院已经挤满烫伤患者 而更不利救援的就是通讯完全中断 连求救电话911都打不通 美国国家气象局直指 从夏威夷岛链南边经过的 飓风朵拉是罪魁祸首之一 但其实飓风距离夏威夷 还有1200多公里远 但仍带来时速120公里以上的强风 再加上附近高气压盘旋 都助长火势 引发大停电 消防直升机被迫停飞 数千名旅客受困机场 贸易岛的主要机场 有约2000名旅客 因搬机取消或刚抵达 被迫睡在机场 当地官员呼吁游客离开观光圣地 拉海纳 出动巴士大规模撤离 把人直接载到机场 一队来自加拿大的观光客 因希腊野火改到夏威夷旅游 没想到还是碰上野火 夏威夷的场景跟惊吓 因破纪录高温 野火蔓延的希腊 西班牙 葡萄牙 加拿大等地类似 尽管确切起火原因不明 但强风 低湿度和地表植物干燥 都可能是这回火烧冒移岛的因素 尽管野火还在烧 当地风势稍稍停歇 部分飞机恢复起降 当地出动直升机空拍沿海城镇 拉海纳 毁坏程度 让机上所有人员 忍不住室内 目前贸易岛大部分野火 都还没控制住 美国总统拜登 已下令联邦权力支援 国民兵海岸防卫队 和海军都加入救灾 海军陆战队也提供黑鹰驰声机 帮忙救火 根据夏威夷交通局 周三已有一万一千多名观光客 飞离贸易岛 周四预计在一千五百人离境 请是问综合报道 眼看游艇码头 马上就要被农烟吞噬 船员紧急疏散观光客 镜头拉远看 整个海岸太半陷入火海 农烟还几乎掩盖了天际 情况危机 大马路的另外一端 被烈焰吞噬 很难想象度假天堂 夏威夷被野火烧成人间炼狱 灯上直升机眼前都是焦黑的残骸 贸易岛西北部的小镇拉海纳 复制一去撤离至少1.1万人 有人退无可退 只剩跳海保命 就是这吹散头发的强风 助长了烈焰 这波野火延烧得又急又快 有如电影《明天过后》的场景真实上演 更因为道路中断 仍有4000位观光客滞留当地 机场也充当临时安置所 我们不知道什么要做 他试图了一种不同的路 那当然是被监控 所以我们转转 这里是沙尾路 然后这里是沙尾路 这些红色的位置 都被沙尾路 有与烈焰的烈焰 所以这里是游客的地方 不只是贸易岛 就连南边的夏威夷大岛 也有野火 还都在被封面 在焚风下难以控制 夏威夷的副州长还形容这波野火 史无前例 卫星还拍下云层迅速穿越 夏威夷出现十级强风 元凶竟然是远在西南方 1000公里之外的四级飓风 朵拉 南边是飓风 北边有强势的太平洋高压 包夹形成气压梯度 才会刮起猛烈的东北风 还恰好跟盛行的信封方向一致 有如一个巨大的古风炉 静音是罕见的大气变化 原因还是全球暖化 原来盛行现象会让飓风更加长寿 暖化也有利高压发展 让气压的极端变化更加平凡 还有专家指出 信封的异常强劲也是原因 赤道附近由东往西的信封 带动了全球洋流 还能将热能送进冰冷的深海中 正常来说应该要帮助缓解暖化 只是气候乱了套 反而恶化灾害 近来美国依旧天灾不断 东北部有龙卷风 中西部暴雨淹大水 同时大西洋彼岸的挪威 还遭到风暴汉斯袭击 当地的一座大坝来不及泄洪 导致洪水决堤 好几栋房子遭到冲走 当地紧急疏散了上千人 根据保险业者统计 2020到2022这三年间 全球极端气候的灾损 达到台币至少8.6兆 这个数字今年恐怕还会继续飙升 TVC总部导 拜登也下令军方投入救灾 还有疏散的工作 美国国防部也表示 海岸防卫队有救起14名 跳海求生的民众 另外美国运输部也协调航空公司 协助疏散旅客 联合航空空机会飞贸移 协助载运乘客到美国本土 阵阵狂风呼啸 美国夏威夷的第二大岛 贸易岛宛如人间炼狱 透过空白可以清楚看到 风势助长之下 野火越烧越旺 还不断向外延烧 观光盛地的贸易岛 西北部驻着9000人的历史小镇 拉海纳几乎被烈火摧毁 当局紧急撤离居民 还有人得跳海才能保住小命 目前野火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 医院中都是烧伤或是呛伤的伤患 部分的道路因此中断 4000名的观光客流至当地 顺利脱困的人心有余悸 贸易岛目前还有上万户停电 这类南边的夏威夷大岛也有部分地区遭遇 助容肆虐还没获得控制 竟然是因为远在南方1000公里之外 四级飓风躲拉的外围环流 引发的强风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幸好接下来24小时之内风势会减弱 有利消防员尽快控制这场可怕的野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视频主播从公开划面 明天看到烈焰火光照亮整个黑夜 放以望去只有一片火海 以及浓烟笼罩整片天空 美国夏威夷的知名观光地点 夏威夷第二大岛毛伊岛 在今天爆发大规模山林野火 根据CNN报道 目前夏威夷南方有飓风朵拉正在靠近 为夏威夷带来强风被认为或许是助长野火的原因 毛伊岛上历史悠久的旅游胜地拉海纳镇 大部分地区被毁 许多房屋被火焰吞噬甚至烧成废墟 导致上百户家庭流离失所 还有外媒报道 岛上传出有十多人为了躲避火势被迫跳海求生 目前当局已经证实野火不幸造成至少六人死亡 毛伊岛的医院内也挤满了烧伤和吸入烟雾的患者 还有大约两千多名游客被困在当地机场无处可去 美国国家气象局也已经发布红旗警告 代表气温升高 湿度低 强风和火灾危险增加 夏威夷副州长指出 对于火灾灾损的全面评估 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是的主播 从空拍画面 您可以看到烈焰火光照亮整个黑夜 放以望去 只有一片火海 以及浓烟笼罩整片天空 美国夏威夷的知名观光地点 夏威夷第二大岛 毛伊岛在今天爆发大规模山林野火 根据CNN报道 目前夏威夷南方有飓风 朵拉正在靠近 为夏威夷带来强风 被认为或许是助长野火的原因 毛伊岛上历史悠久的旅游胜地 拉海纳镇 大部分地区被毁 许多房屋被火焰吞噬 甚至烧成废墟 导致上百户家庭流离失所 还有外媒报道 岛上传出有十多人 为了躲避火势 被迫跳海求生 目前当局已经证实 野火不幸造成至少六人死亡 毛伊岛的医院内 也挤满了烧伤和吸入烟雾的患者 还有大约两千多名游客 被困在当地机场 无处可去 美国国家气象局 也已经发布红旗警告 代表气温升高 湿度低强风和火灾危险增加 夏威夷副州长指出 对于火灾灾损的全面评估 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以上是为你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